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刚摆脱了一个他们认为过于专制的政府 因此当他们在撰写宪法时 特别强调了个人权利和自由 第二修正案的原文是这样的 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民兵队伍 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是必要的 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被侵犯 这句话看似简单 但其实充满了解释的空间 首先 什么是受过良好训练的民兵队伍 在18世纪末 美国并没有一支常备军 民兵队伍是由普通公民组成的 他们在需要时拿起武器保卫家园 这就像是你隔壁的老王 平时是个农夫 但一旦有敌人来袭 他就会拿起他的火枪 变身为保卫国家的英雄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国建立了专业的军队 民兵的概念逐渐淡化 这时候 持枪权的焦点转移到了个人自卫和抵抗暴政上 这就引发了无数的法律和社会争议 有趣的是 持枪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经常引用同样的历史事件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例如 支持者会说 看看我们的独立战争 如果没有民兵 我们怎么能打败英国 而反对者则会说 现代社会已经不需要民兵了 我们有专业的警察和军队 带来一个有趣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内战期间 当时南方的包联军队和北方的联邦军队 都在使用各种武器 其中有一种叫做亨密步枪的武器 特别受欢迎 这种步枪的特点是可以连续射击 当时的士兵们戏称它为那个该死的洋枪 因为它的火力实在太强大了 也让我们思考 当初的持枪权是否考虑到了现代武器的威力 懂得来说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 是一个充满历史背景和现代争议的话题 无论你是知识还是反对持枪权 希望这一从中找到丰富的历史和法律依据 希望这些故事和见解 能让你对这个复杂的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能在朋友聚会时成为一个有趣的话题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宪法第16修正案 所得税的确立1913 当我们谈到美国宪法第16修正案时 这可是个既严肃又充满趣味的话题 这个修正案于1913年通过 正式确立了联邦政府征收所得税的权利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这段历史 并且看看其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首先让我们回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 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 当时美国的财政主要依赖关税和消费税 这些税收方式对富人影响较小 反而对普通民众造成了较大的负担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社会的不平等加剧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对富人征收所得税 然而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 1895年美国最高法院在Polk v. Farmers Road & Trust Co. 一案中裁定 因为它违反了宪法中 关于直接税必须按人口比例分配的规定 这一裁决让支持所得税的人们大失所望 但美国人可是有韧性的 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辩论 终于在1913年通过了第16修正案 明确赋予国会征收所得税的权利 无需按人口比例分配 这一修正案的通过标志住美国税收制度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现在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当时有一位名叫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的参议员 他是所得税的坚定反对者 奥尔德里奇来自罗德岛 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和商人 他认为所得税会对富人造成不公平的负担 并且会阻碍经济发展 然而命运有时就是这魔爱开玩笑 奥尔德里奇的女儿爱比 奥尔德里奇嫁给了约翰·洛克菲勒二世 这位可是标准石油公司的继承人 当时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这一位说 奥尔德里奇的反对所得税立场 某种程度上也在保护自己的家族财富 但最终奥尔德里奇的努力 未能阻止第十六修正案的通过 这也许是历史的一个小小的讽刺 因为反对所得税的参议员 最终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家族 也要缴纳这个他极力反对的税种 懂得来说 第十六修正案的通过 不仅改变了美国的税收制度 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 无论多么强大的反对力量 只要有足够的民意支持和坚定的信念 改变是可能的 所以下次当你在填写报税表时 不妨想一想这段历史 或许会让你对这些繁琐的数字 有一点点不同的感受 毕竟 这可是经过了多少人的努力和奋斗 才得来的权力和义务呢 当然 让我们来聊聊美国宪法第二十二修正案 可是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他于1951年通过正式限制了美国总统的任期 这个修正案的诞生背后 有助不少有趣的故事和深刻的意义 首先 让我们回到二战结束后的美国 当时的总统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弗兰克恩·蒂 罗斯福他可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 连任四届的总统 罗斯福在1933年首次当选 并在1936年、1940年和1944年成功连任 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事情 因为之前的总统们都追寻了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开创的惯例 只连任一次 罗斯福的连任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争议 支持者认为他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的领导力 无可替代 而反对者则担心这样的长期执政 会导致权力过度集中 甚至可能走向独裁 罗斯福于1945年去世后 这些担忧变得更加明显 于是国会开始考虑对总统任期进行限制 于是1951年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正式通过 这个修正案规定 任何人不能担任总统超过两届 或者如果某人接替总统职位并担任超过两严 那么他只能再连任一届 这样的设计既保证了总统的连任机会 又防止了长期执政的风险 有趣的是 这个修正案的通过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比如当时的总统哈里·伯斯·杜鲁门·哈利安 出门虽然可以根据修正案的规定再竞选一次 但他选择不再参选 这也让后来的总统们在考虑连任时多了一层顾虑 此外 这个修正案还引发了一些有趣的政治讨论 比如 有人曾经提议过修摆第22修正案 那某些特定情况下的总统可以再度参选 这些提议虽然没有成功 但也显示了人们对于总统任期限制的不同看法 总的来说第22修正案的通过不仅是对罗斯福时代的一种回应 更是美国政治体制的一次重要调整 它在保护民主制度防止权力过渡其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 这也让我们在选举季节多了一些有趣的话题可以讨论 希望这段历史小故事能让你对第22修正案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能在朋友间分享这些有趣的细节成为聚会中的焦点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你们一路陪伴我们走过这段充满历史趣味的旅程 我是六博士来自六读世界 今天我们一同探讨了美国宪法中的一些重要修正案 每一个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首先我们回顾了第二修正案 那个赋予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权利的条款 从1791年的民兵队伍到现代社会的枪支争议 这个话题无疑是令人争论不休的 然而无论你是支持还是反对 都可以从历史和法律中找到自己的立场 接下来我们探讨了第十六修正案 正式确立联邦所得税的权利 通过这段历史 我们看到了税收制度的演变 也了解了背后那些有趣的小故事 比如反对所得税的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 最终不得不接受自己家族也要缴税的现实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改变是可能的 只要有足够的民意支持和坚定的信念 最后我们谈到了第二十二修正案 限制总统任期的条款 他的通过不仅是对富兰克林 德拉诺 罗斯福长达四届总统任期的一种回应 更是美国政治体制的一次重要调整 通过这个修正案 我们看到了民主制度的保护机制 也有了更多关于政治权利和平衡的讨论 希望今天的内容不仅让你学到了新知识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问题或者想和乐 问题或者想和我们分享的观点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历史的探讨从不止步于此 我们期待与你们的更多交流 我是六博士 期待下次与大家再见 记得关注我们开启更多历史的奇妙之日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宁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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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